随着引起攻略横扫银评,一再延期的如意传及红脸,终于也透露了开播的计划,指示范冰冰、高云翔、郭品超、盐宇宽、马苏、张国立的领先主演, 同样备受关注的古装剧《八清传》却暴躁进播,这下华裔兄弟、恒大影视、唐德等投资,方怕是要哭晕在厕所了,该剧号称投资5亿,锦范冰冰个人就投资2亿,此前,因高云翔性亲爱影响,唐德影视的股价直线暴跌,甚至一天内跟8掉8.5亿,还指望依靠《八清传》翻弹呢,这下是雪上加烧了, 近日,知名导演再次失垂爆料,《八清传》因为有范冰冰、高云翔、骂酥的问题一人,还有涉及秦始皇强兼寡夫、歪曲历史等诸多因素,彻底不让播了。 据了解,王俊林、导演,曾指导郭老景、龙瑶、金魂旧花球、《爱夜良人》等多部影视剧,而作为该剧的女主角,娱乐圈产史观,宋祖德盯着范冰冰不是一两天了。 近日,有港媒爆料,范冰冰因为负面新闻不断,以此遭到封杀,出发清传不让播之外,三年内不许接任何影视剧,而宋祖德更是直言,不相信只是封杀三年。 一时之间,范冰冰遭到港媒和知名导演的双爆料,看来这次是闹大了,而网友表示其实早料到了,关于范冰冰是否受影响被封杀一事,苗头不断。 首先是原定,于8月17日上映的电影《大轰炸》,在官方微博改单位10月2、6日,而作为主演之一的范冰冰,名字直接从海报中消失,电影通稿文案中也没有范冰冰什么事。 此前,《大轰炸》在重庆超前点印,看过的电影的网友表示,范冰冰在电影中的戏份还在,成都媒体就此情况向片方求证,相关工作人员则表示,改当是因为片方要保持全球同步上映,其他的都不太明确。 关于一抽屉合同,以及范冰冰的各种言论,网络已经是铺天盖地,网友一须可能变真假。 不过最终真相到底如何?相信官方有关部门不久就会公知于众。